中山長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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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是我們的中山長藝所的郭小姐 今天就是 要請她來為我們介紹 這個建築物 它本身有什麼樣的歷史故事 以及它現在是 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場所 那就請郭小姐 來為我們介紹吧 歡迎大家來到中山長藝所 中山長藝所 它是在中山區的 你從中山區捷運站出來 然後一個轉角過來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一個建築物 叫做中山長藝所 那長藝所它的長是有 長起來的意思 也有寶藏的意思 藝術的藝呢 藝就是藝術的藝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提供身心障礙者的一些 展覽品的一個 一個展覽的一個空間 那我帶大家來參觀一下我們的中山長藝所 好 您請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中山長藝所 它過去呢 它是日治時期的職業介紹所 可以看到這邊 1921年六月建立的 所以今年很可惜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我們長藝所並沒有開放 那今年六月的時候 它剛好是滿100年 所以它是100年的古蹟 那職業介紹所呢 顧名思義就是提供給日治時期 光復之後的 不管是日本人 台灣人 可以在這個地方 做找工作的一個場所這樣 那後來呢 它在1946年 改為台灣的衛生院 然後再到衛生局的部分 一直到後來呢 在近期的話 是到1998年 它改為市定古蹟 然後2002年 我們將它再利用 變成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會館 那目前是隸屬於 台北市社會局的部分 那身心障礙者 我們為了讓它的就有的價值 跟身心障礙者 仍然可以有那個價值的延續性 所以職業介紹我想問大家一下 應該目前你如果找工作 可能會是從104 1111 就可以找到工作 那但是身心障礙者 或是弱勢的 弱勢的族群 弱勢的團體 他們可能沒有這麼容易 找得到工作 於是會問我們這個地方呢 改為身心障礙者的 也算是一個 藏意所 讓他們有機會 能夠在這個地方 展現他們的才藝 以及我們旁邊 有咖啡廳的一個部分 是讓他們有一個 就業的一個場所 所以就是他 其實也是跟他 一開始作為職業介紹所 也有一點這樣子的觀點 對 延續他過去 職業介紹所的這個價值 然後讓身心障礙者 能夠在這邊 能夠找到 發揮自己的才藝 也能夠有 一技之長的一個 培訓的一個場所這樣 對 主要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 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我們的 它是日時期的建築物 那它的結構是都在 結構的一些照片 都在牆面上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的結構其實 這個看起來外觀 是有變更過 對 它是後來有做變更過 像之前是一個這樣子 圓形式的一個建築 那為了讓我們的排水順暢 所以改為像這樣子 有點類似T形的一個 排水的一個造型 讓水可以順利的這樣 往下流這樣 那 對 後面這邊都是 建築物的一些照片這樣 對 就是這邊是這個 老舊建築它怎麼樣修復 然後變得像現在這樣子 比較乾淨漂亮的空間這樣 是 是 是 那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我們整個建築物 日式時期的建築物 可以一直到現在100年 它都能夠這麼屹立不搖 其實有一個蠻特別的特色 是它的牆 牆寬都蠻寬的 你一般在家裡 可能我們的房屋 大樓 公寓 可能都沒有這麼寬的牆面 但是你可以發現 我們的建築物的牆 都是非常寬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它到現在還可以 這樣子做一些火化利用 主要是因為它的空間規劃的關係 空間規劃還有建築物的本體 它的結構都是蠻強的 對 像這種摩石子的 這種建材也是很耐用的 是 是 是 然後再來可以看到窗戶的部分 也是我們很大的一個特色 滿多人會來這邊拍婚紗照的 對 這個窗戶就是很有那種 因為它第一個就是它感覺就是透光性很好 彩光很好 是 對 它是往上推的 對 它是往上推 推到哪裡就可以停到哪裡的 而且它這是木頭窗框對不對 是 就是從 它是 那時候就留到現在 對 那時候留到現在 然後它是一體成型的 也不是一體成型 不好意思 它是玻璃 然後再去貼上木頭 所以它如果說 它是整片玻璃 它是整片的玻璃 然後換邊再貼木頭框 是 是 是 所以如果說其中一小片的玻璃 如果這一塊玻璃撞到或者是破裂 其實一整片都要換掉 原來是這樣 所以它不是一塊一塊鑲嵌進去的 是 是 是 它是一整片 然後玻璃整個 因為你看它這木頭跟木頭之間 它是一起的連結在一起 所以如果要換或是要做維修的話 都是一整塊要去做處理 所以這樣子的架構也是 從以前一直保留到現在這樣子 是 那我們就往樓上去看一下 好的 這個樓梯也是 舊有的樓梯一直保存到現在 可是它看起來是木製的 對 它是木製的 其實跟剛剛的木頭不太一樣 它的木頭的 應該說木頭的材質 因為它保存得比較好 比較沒有潮濕的一些問題這樣 我們可以往上看 好 就踩起來應該跟剛剛那邊的 木頭地板不太一樣 那個地板感覺完全不一樣 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邊的感覺很堅固 先來到這邊的這個空間 主要是針對屋頂的一個介紹 那屋頂的話有看到我手上這個模型 它就是目前我們現在 現在比較直接叫做中山牆域所 目前我們上面屋頂 它就是透過木頭的一個堆疊 那他們 日本人他們很注重就是排水系統 所以他們可以從這邊 從屋頂這邊然後再到瓦片 它怎麼鋪上去的 我們都有做一個很完整的照片 修復前修復後的一個照片 可以現在的屋頂上面 都還是用瓦片嗎 是 都還是留著日志時期那時候的瓦片 就像這邊的照片這樣的 是 是的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邊的那個 果雞的展示啊 那個就是之前留下來的瓦片這樣 是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瓦片處 這邊 好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鬼瓦 那鬼瓦的話它是 就是待會我們如果到外面 我可以帶大家看 那它的鬼瓦那時候留下來的 算是 一模一樣等比例的一個瓦片 在這邊可以看 它就是前後 然後做一個屋頂 兩邊角落它的一個造型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一個不一樣的一些瓦片的一個介紹 瓦片它的 對 在這邊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呢 比較特別可能是這個比重錘 這個比重錘就是我們的窗戶的部分 窗戶它就是拉到哪裡 它就會停到哪邊 那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模型也可以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比重錘它就掛在模型的兩側 可以 這邊 對我剛剛就看到這一個 這個木頭的這個窗框是 是特地做出來就是解釋說它的架構 對 就是可以讓一些學生他可以去體驗一下 木窗它的結構是透過兩邊的比重錘 那你 木頭 木窗 對 兩邊兩側都有 它移動到哪裡 它就會停留在哪一個地方 對 這樣子的一個比重錘 使用看看 要試試看嗎 是 又開窗戶嗎 對 這是上片 所以我把它往上推這樣 對 然後往上推 它就會停在哪裡 對 所以它這個重量都是有經過設計的 對 然後 這個 這可能看 如果你是看我們實體的木窗展示的話 你透過一隻手是沒有辦法 因為比重平衡不一樣 它是沒有辦法把兩邊窗戶一起拉下來 它是必須要透過兩隻手 才能夠把窗 木窗做一個這樣子 彎窗的一個動作 就是兩邊的施力要一致這樣 兩邊施力要一致 對 這就是比重錘它的一個功用這樣 好 所以這一棟老建築真的就是藏了很多學問在裡面 這不是我們只是看外觀 覺得窗戶很漂亮 然後屋頂很有特色 還有摩斯之 這是一個時代的特色這樣 然後不只是這些 然後其實這邊的展示場 也是有介紹到一些這些老建築它的學問 一些那個架構 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然後還有這個比重錘 那我今天才知道說 原來還有這樣子的設計是藏在窗框裡面 有這樣子的比重錘這樣子 了解 這都是前人留下來的智慧 好 那剛剛看到的是我們中山長藝所一期的這個建築物 那想跟大家說一個滿特別的是我們後面是我們的二期的建築物 它是滿特別的結構 是一個舊有的建築跟新的建築做一個聯通的一個功用 那後面那一棟是新蓋的 對 後面的話是新蓋的 目前就是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中心 那我們一樣就是跟中山長藝所服務的對象是一樣的 都是身心障礙者 所以身心障礙者們可以從我們的一樓大門進來 然後可以在每一層樓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一些服務 或者是支持跟支援都可以在這邊做一個諮詢的動作 那再到我們這邊長藝所的話 他就可以看身心障礙者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人 可以在這邊有什麼樣子的才藝發揮的一些機會 或者是就業職場的一個空間這樣 也歡迎照顧者可以在這邊有一個非常好喝咖啡 然後的喘息服務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不只是一個美麗的古蹟建築 然後它的功能性也是有服務 像你說的這個身心障礙者 也是一個複合性的一個空間這樣子 好 那今天謝謝郭小姐 徹底為我們做這麼詳細的導覽 謝謝你 謝謝